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葡萄苗每天都在努力成长呢 只是我们的肉眼看不到而已 我们也应该向它学习 朝着自己的目标不断努力奋斗 是博士 我们快回去吧 喂 博士 你叫我们来就是看你吃葡萄的吗 代表正义的一系小灵猪在在瑞士的拉沃葡萄园 哇塞 葡萄园 那就是说我有许多许多葡萄可以吃了 是的 拉沃葡萄园梯田处于阿尔卫斯山南坡 沿着日内瓦湖面北岸延伸 充足的阳光和湿润的气候 是那里成为瑞士著名的葡萄酒产地 距今已经有八百年的历史了 那还等着吗 我们赶紧出发吧 我也好想去啊 瑞士的拉沃葡萄园 瑞士的拉沃葡萄园 真是太感谢你们提供的信息了 听了吗 老大 你怎么顶着一个大包 谢谢你们啊 废话少说 快点跟我去找小灵珠 为什么首相的总是我 这次我有任务交给你 管不成的话 为什么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为什么这么慢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到达葡萄园 病情坏了 只能开最慢档 不行 我要吃葡萄园 要吃葡萄园的快点 操控干断了 病情太好吃了 你去葡萄园埋伏 拖延住五星蚂蚁 我就有时间去找小灵珠了 还是葡萄园好吃 那些事情等我吃饱了再说 葡萄园 应该在那边 我们找找看 好像 应该 似乎 在上面 我上去找找 你看不见我 你看不见我 你见过这么肥的葡萄 真是哪里都少不了他们 求求你们帮了我吧 我只是来吃葡萄的游客 真的吗 你看我的眼睛是多么诚实 我怎么可能说讲话 雷震震没来吗 还没来 雷震震让我先来买出你们 放我下去 放我下去 子豆豆 你在这里看好风小小 我们去找小灵珠 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它偷吃葡萄的 找到了 真的是小灵珠 没想到距离我们这么近 小西 换灵水泡 小灵珠是我的了 大 快点救我 别让它跑掉 拜拜了 雷震震 跟我回来 赶紧把小灵珠玩给我们 竟然把我当肉球 对 要好好教训教训它 然后我们吃葡萄 不讲力气的家伙 我绝对不会饶恕的 金彤彤要发火了 金彤彤可是最看不起 不讲义气的家伙 这次雷震震要倒霉了 雷震震 站住 骗剑雷破 我好烟 是金彤彤 是金彤彤 你看你往哪跑 放开我 快放开我 可恶 冯小小快来救我 你为了自己的利益 抛弃自己的同伴 还想他来救你 没门 是他太笨了 活该 我都听到了 这次我真的生气了 剑雷震 冯小小 你给我提他 你给我提他 我们来台副道宴会 with the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 好专利 风小小 本风我下来 气死我了 又被他们拿到了一颗一系小灵珠 都是你的错 风小小 还不去赌贵你 加油 要像中国体操剑儿一样 追求我的奥运金牌梦 救命啊 大伙都在哪儿啊 快来救我啊 救救我 救救我 救命啊 我 抓住他 谢谢你救了我 不用谢 以后有什么好吃的 你记住给我就行 糟了 把老大的变雷针给弄坏了 要是被他知道 我拿出来弄坏了 他一定会把我劈成黑炭 怎么办呀 放心 我会替你保守秘密的 真的吗 我以骑士的名义保证 绝对保密 金彤彤 有新的小灵珠消息了 赶紧集合 凤小小 我得回去了 嗯 我也得回去了 再见 亲爱的五星蚂蚁 代表正义的一系小灵珠 在凯旋门出现了 凯旋门 在什么地方 中国吗 凯旋门不在中国 在巴黎 是拿破仑为了纪念打圣仗 而下令修建的一栋建筑 小灵珠在凯旋门的什么地方 就在凯旋门的顶部平台上 听说呀 从那里可以看到整个巴黎的名声 五行蜂蜂已经传送过去了 唉 我去睡觉了 没事别吵醒我 哇 这就是五行蜂蜂呀 在中国古代 风筝最早是用军或纸做成英烈的猛琴 所以风筝又叫做纸鸳 啊 原来中国人在古代就有翱翔天空的梦想啊 出发吧 被梦想出发 五行蚂蚁 我回来了 打探到什么消息 小灵珠在凯旋门 呃 凯旋门在中国的哪里呀 凯旋门不在中国 在巴黎 法国 这么远 我们要赶紧出发 这次绝不能输给五行蚂蚁 大家快看 凯旋门到了 哇 大家准备好 要降落了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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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死我了 讨厌了 做风筝一点都不好玩 书上说 风筝不适合用来乘坐 果然没有错 还好我没事 兔兔竟然没事 以为我是风筝达人呀 瞧 我这黏土可管用了 怎么飞都甩不掉 是小灵珠 霹霓雷电 别跟那么紧 你们怎么又来了 我们今天来 是要代表月亮收拾你们 大白天的哪有月亮 白衣做梦吧 看我的雷电 你就不能换一张吗 天天劈来劈去 伤到我不要紧 万一伤到了周围的花花草草 多不好啊 天天天 雷破 讨厌 欢迎水炮 可恶 尝尝我天天 雷破的厉害 我就说我的天天天雷破很厉害 自作自受了吧 天天雷破 天天雷破 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了 想打倒我这个最强的战士 没那么容易 天天天雷破 望天天天雷破 Mojang ên尝我 祝败 脑徵 救命啊 我快用哪 快救我呀 宝贝 已 缴 友�리 这手 黎董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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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黎董哥 这是机会 还不快走 不 金董董是为了救我受伤的 我不能走 你再不走 我就让你变成黑菜 金董董 你可结婚不要有事 我没事 让你们担心了 小灵珠呢 被雷阵阵抢走了 可惜 我们明明是可以拿到小灵珠的 金董董 你刚才为什么要救风小小呀 今天早上 风小小曾经救过我一回 这是我欠他的人情 我要知恩图报 可你总不能用这个来报恩呀 而且差点把自己给摔伤了 我记得书上说过 鸭有繁朴之意 养之贵乳之恩 我们作为蚂蚁也应该这样 要重情重义 我觉得金童童这样做是对的 小灵珠没了可以找回来 最重要的是金童童没事 吃一切找一只 等我吃饱了就有办法了 谢谢你们 我终于拿到小灵珠了 英心意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字叫恩 这个字叫义 合起来就是恩义 恩义是什么意思 恩义就是真图报 重情重义 你还听听说自己多么聪明 居然连这都不懂 敢说我不懂 你要反了呀 恩 每次你都欺负我 我不会让你逼到我了 宝玄龙卷风 恩 恩 等等 啊 冯小小你要造反啊 哈哈哈哈 小灵珠到手了 不过 冯小小今天敢用龙卷风对付我 恩 小心你 恩 恩 恩 我下次再也不改了